嘿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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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出遊回來啦 我們就開始打牌位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張圖 可以看一下我講的話 我一開始呢 看到對方選 我們就選個慈喪 然後最後這個人呢 他第一個是仙道 因為他直接叫林蘭仙道 肯定會玩仙道啊 然後我就說啊 那你選仙道 我講完呢 他就給我選這個木木 那我整體而言呢 不太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就選完之後直接按確定 那我們整隊呢 也沒有適合木木的人啊 說實在話 其實當下我就覺得啊 相當的疑惑 但是我們身為這個人類啊 是不能啊 輕易的懷疑自己的隊友 因為自己的隊友呢 你跟他相遇是71分之一啊 所以我們要抱著信任的心情 那我就很期待這個木木的表現 就想說應該可以吧 你敢選 你應該是有點底氣吧 所以呢這一場呢 我們馬上就來期待一下 這個木木的表現 馬上先吃一鍋 非常淺而易見 這邊再吃一鍋 非常的棒 我跟櫻木竭盡所能啊 去幫他搶這個地板球啊 這邊時間要到 櫻木拆炸彈 這球又被蓋下來 我這邊勉強出手啊 碰到籃框這球再彈出來 好這個木木接球之後呢 決定再一次吃鍋啊 還好櫻木再搶一下這個地板球 那這一球呢 很可惜被對方給抓到了 看樣子這個櫻木啊 已經不願意再相信這個木木啦 那麼我相信呢 這個看到啊 我選慈喪 應該就瞄懂說呢 我們必須換防 由我呢 來去防守阿牧 對吧 照這個正常邏輯來講 合情合理 是吧 由我守阿牧應該是 No problem 但是在前面這幾輪啊 我感覺這個木木啊 非常的神奇 他的進攻思維呢 讓我啊 充滿疑惑 我非常的狐疑 為什麼 他人會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的對位球員 然後他在那個地方 然後投了一個空位出手 那我這時候 並沒有要責怪他的意思 因為我們可能還沒有那個默契 所以我就跟他說 換防 我妹妹要責怪他 對不對 那這個人是非常的奇妙 那拿著球 拿著到了球 就一定要出手 沒有傳球鍵啊 很可怕 很神奇啊 OMG 又來啦 還好我這邊幫他頂一下 讓他投進啊 我跟這個鬼之櫻木啊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 難受啊 只能這樣講 然後再趕快來防守這個阿牧 結果呢 哇 這個我乾脆算了 我就自己的鍋好了 就是說他根本沒想換 然後我自己製作東西就換好了 應該是這個感覺啦 哇 真的沒有傳球鍵啊 哇 狂丟猛丟啊 一定要干擾 還要出手是不是 那我這邊呢 不小心啊 被阿牧晃倒 但是阿牧同情我 沒有打算進攻 反正這把進攻的球權 把他交給這個 打到這邊啦 我一氣之下 決定把球直接送給高砂 拿去啦 拿去包啦 不會硬爬啊 那我這個傳控四十的慈喪 不知道為什麼 居然又被阿牧晃倒了 非常的神奇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木木啊 直接在阿牧面前突破 然後呢 再送一鍋 還好我們鬼之櫻木啊 是鬼之地板球死者啊 我這邊啊 已經不太知道怎麼進攻了 只能讓我們鬼之櫻木 用嫖借梁去得分 很難受啊 很難受啊 真的 不太知道怎麼樣 我看到小許啊 那三排都上冠高了 我自己還待在這個 這個地方啊 王牌五啊 王牌四而已啊 剛回來啊 開局都還沒打 很難過啊 為什麼我都只能遇到這樣的隊友 這個木木隨時啊 都準備著要進攻 我的媽 哇 空位還沒進 你的中投到底是多少 這系統也真的是不會做人啊 這個木木啊 這個被干擾都吃那麼多球了 然後呢 這個空位也不讓他進一下 哇 他真的是接球就一定要投啊 好像他球會咬他一樣啊 我跟你講 整場他比賽的持球時間啊 可能啊 不超過20秒啊 基本上球到手就出去 球到手就出去 但是即便遇到這樣的隊友 可以發現 我們還是啊 不願意放棄 我們還是願意跟他並接作戰啊 一起奮鬥 一起努力 帶他呢 走向這個 逆轉之局啊 但是他不停的 那麼在阿牧面前 這個突破 我真的很害怕 對方的福田呢 瘋狂的得分了 已經得到 不知道晚餐要吃什麼了 那我這邊不得理解啊 我人都已經來了 我不懂這木木為什麼要一個折返跑 他當他是局玩嬰兒啊 我看那個福田啊 旁邊根本就沒人了 好 到福田的大招直接開起來 應該也是蓋不到啊 讓這個福田整場呢 也是得分了 得得非常開心 這邊木木開局拿球 直接送球 開局十連送 佛心木木啊 我的媽啊 瞬間讓對手啊 自己以為自己是火鍋之王啊 因為我看這個阿牧啊 木木在他面前突破那麼多次 他也沒真的去抄他 所以就覺得這阿牧可能也沒到非常厲害 因為要是木木這樣突破 一次兩次 都已經這麼多次了 總該抄一次吧 其實對到阿牧 通常是不太選擇慈喪啦 我覺得我這一場也是不應該選慈喪 我可能要選個藤真之類的 因為我之前對到阿牧都會選藤真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應該可以閃生風位過去了 但是閃錯方向 我應該往外閃了 我覺得剛才那也是一個小失誤 好這個木木好不容易catch and shoot 有一個空位出手 又沒進啊我的媽呀 這個木木那中頭是-20是不是 我跟你講木木一場 這空位出手沒進那就算 一場兩次空位出手沒進啊 哇難得這個木木想要認真打球啊 結果呢 運氣那麼好一個空位出手就還沒進 你知道看他這樣進攻 真的很難受啊 你看又來了再送一鍋 我的老天鵝啊我的媽呀 那這櫻木有大招阿牧在我這邊應該是蓋不到 啊那我的池上呢本來也不是很強啦 但是至少啊這一場阿牧啊沒有想要在我面前得分啊 我也沒讓他拿到任何一分啊 但我覺得我的鞋防應該要再加強 我覺得我應該要進去幫忙這個守那個福田才對啊 不應該讓他這樣予取予求啊 我覺得池上啊蠻吃技巧的一個地方是他的閃生風味 你位子啊要閃好 就方向要閃好 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啊比較容易到你想去的地方 啊我真不想相信木木啦 我決定自己進攻 干擾球滾進去 哦啊跟講池上的這種干擾球要進啊 也是這個很了不起的啊很了不得 那我真的不太懂 為什麼一開局的時候 木木偏偏就是不喜歡往那個福田那邊跑勒 是不是一定要每一次開局都要說換房 他才會知道要換啊 他打的真低是心勒勒 好這個空位出手終於進了啊 其實這場比賽打到現在已經啊沒什麼懸念了 沒什麼懸念 那也是有一些觀眾啊說啊他想要看啊 我這個被虐的影片啊 想要看我被虐的畫面 說我自己打了爛不敢PO 那我這邊呢就PO給你看OK 反正呢這個虐別人可以被罵 呃被別人虐了也可以被罵 這個人世間就是這樣 好嘞木木這個catch and shoo 又是個空位出手還行啊 他如果每一球都可以像這樣不知道有多好 但也不太可能了 他就是一昧的想要出手 那我這邊想要大招抄他 靠我不要抄回去 我再抄 我直接踩線 弄出去 我發現啊 池上的這個大招啊 真的很神奇啊 常常 而且是不要說機率非常高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在 一用大招抄到別人的時候 好像他自己的手很軟一樣 很容易會被抄回去啊 這種事啊我已經看了不下 我至少每天都會看到兩三次這種畫面 把球抄掉之後啊 然後呢 離阿牧這麼近 不可能不刪你鍋吧 好啦 這個 這一場就這樣 然後之後呢 我就去看了一下這個人的 我去確定一下 他是不是其實那個 木木是很強的 因為我覺得有點不甘心啊 一個連假好好的回來 怎麼會遇到這種事呢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蹊跷 所以之後呢 我就去這個看了一下那個木木的 這個資料 我還想是不是有誤會他 他是其實不玩仙道 我一看 欸 仙道完了 哇一千多場啊 喔 不太懂了 為什麼他剛剛不玩仙道咧 他池上也玩很多場啊 他為什麼不說他要池上咧 這樣我至少還可以玩藤真之類的攻擊型角色啊 難理解 真的難理解 不太理解這個人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是逼不得已才拿出池上的啊 我也知道我池上很爛